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帶給大家 明朝香植草,有位速刷100朵 有位採集烹飪素材廚師等級 這裡是香檸草的每日100朵 速刷我們先來到無光之深的這個 中樞性標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在我們的西南方向小地圖左下角 然後打開你的桿這麼快 然後在前方這個樹的後方有一朵 我們可以開一下桿這麼快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黃標 然後這個地方是第一朵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 這個方向繼續往前走 依然開切我們的桿這麼快 它好了就用 然後往前走 然後看我們右前方 這裡有一個 然後在這裡有一個 然後我們再 往左前方看 你開一下桿這麼快 然後這裡又能發現一個 然後繼續 然後在我們的右前方 你一旦能夠看到一個 然後在這個地方有這麼些 接著然後再讓我們 看一下這是西南方向小地圖左下角 這裡前方我們前方有一棵樹 你們看到了嗎 我們前方這棵樹的下方 又是一個 可以開一下你的桿這麼快 然後拿完這個之後 我們南方向小地圖下方往前 然後一直開你的桿這麼快 然後前方能夠看到很多 就是一個 然後接著往前走 又是一個 然後我們打開小地圖 地圖往上拉 最後我們來到虎口山脈 虎口山脈右側 這一個 荒氣援 上方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然後看一下在我們的 就是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下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有一個小山坡 我們爬上來 爬上來之後 我們爬上來 開一下桿這麼快 在前方我們能夠看到三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然後我們繼續開桿這麼快 再往前我們又能夠看到兩個 兩個 好拿完這兩個之後 我們看一下我們面前 看一下桿這麼快 我們跳起來 我們先跳起來 我們先跳起來 拿下來這一朵之後 我們走到前方向那邊 在我們面前 看到了嗎 又有兩個 我們先把這個 這兩個拿掉 然後拿完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北方向 小地圖上望 朝這個方向走 來到小土路上 來到小土路上 一直開我們的桿這麼快 然後一路往前走 就能一路往前撿 然後就剛才撿了一個 然後沿著小土路往前走 看到了嗎 左右兩側 左右兩側 這裡有三個 1 2 表示3 然後我們接著 小土路往前走 然後再在我們右前方 又是兩朵 好 然後我們繼續走這格 10台階 往下走 然後最下方 又是一個 拿完這個之後 然後看一下在我們的北方向 西北方向 小地圖左上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你開的桿這麼快 這裡又能夠發現兩個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我們往上拉 來到荊州城 即是以胡丘上方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我們直接往前看 這裡開啟我們的桿這麼快 然後這裡你看一下 在那個懸崖這個地方 這裡能夠看到 12345 然後在我們前方 蕭草叢林那裡還有一個 我們先把六個拿來再說 是1 2 3 4 5 好拿完之後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 南方向小地圖下方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 然後這裡我們繼續往前走 來到前方的山崖邊 這叫什麼牆邊 這個山體邊 然後我們 看一下西方向小地圖左方 我們往前走 然後開桿這麼快 這裡是一個 然後往前在這個石頭裡面 看到了嗎 這應該是卡了個bug 它是卡在了石頭裡面 這裡有一個 然後之後我們繼續往前 然後貼了山 不要往前走 然後等我們走出來的這一刻 好 然後在我們的北方向小地圖上方 我開一下趕這麼快 然後這裡能夠看到一個 然後再往下看一下 然後這是兩個 拿完之後 然後我們再回頭 來到我們南方向小地圖下方 我們爬上這個山 好爬上來之後 在我們的前方 開架桿這麼快 然後這裡又是兩朵 拿完這兩個之後 我們繼續往上爬 繼續往上爬 好我們爬上來 然後爬到最上方 爬到最上方 之後我們往右看 這裡又是兩朵 如果說你爬的位置 沒爬到這個位置 反正就是在這附近 你可以開架桿這麼快 掃一圈 拿完這兩朵之後 我們帶打開小地圖 我們往左拉 來到我們就是 中曲台地的迎波海 右上角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看一下在我們的東方向 小地圖右方 我們往前 開架桿這麼快 在我們右前方 這裡有一個 看到了嗎 在這個小土路的旁邊 好我們拿完之後 在我們的 我看一下 在我們的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 開架桿這麼快 然後這裡又是一個 拿完這一個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 西北方向 小地圖左上角 開架桿這麼快 然後這裡有三個 就一朵在山崖上 一個 兩個 然後往上走 然後就是 三個 然後再還有一對 蝴蝶 拿完之後 我再看一眼 在我們的東方向 小地圖右方 我們開架桿這麼快 跳起來 這裡又是一個 拿完這一個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 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我們往前 這裡前方有兩朵 看到了嗎 又是兩朵 拿完這兩朵之後 然後看一下 在我們 然後在我們的 就是 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斜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我們先走到 前方的小土路上 就在這個 兩個樹的後方 有一個小土路 我們來到這個 後方小土路上 好 我們來到 小土路上之後 在我們的 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 開架桿這麼快 在這個 小土路的左右兩側 各有兩朵 我可以乘一個 J字形 然後給它 S字形 給它拿了 只有四朵 好 最後一朵在這裡 然後之後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斜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我們先穿過這些樹叢 然後前方有一個 橫躺著的樹枝 看到了嗎 這個枯樹枝 來到這裡之後 然後在它的右側 看到了嗎 這裡又是一個 然後拿完這一個之後 我們開架桿這麼快 你環繞一下四周 然後在我們的 右前方這裡 後方是一個帳房 然後在這個 這個地方 是一個 然後接著在我們的 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斜角 開架桿這麼快 然後這裡又能夠 看到一朵 好 拿完這個之後 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 属門現在 上方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 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我們往前 開架桿這麼快 在我們的右前方 就有一個 然後拿上這個之後 我們繼續往前 然後一朵開桿這麼快 然後這裡能夠 又是一個 繼續往前 在這個 怪的右側 又是一個 然後我們拿完這一個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 看仰 西北方向 小地圖左上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我們進 山洞 在洞口這裡 又能夠看到一朵 拿完這一朵之後 我們繼續往前 往山洞裡走 我們沿著這個小路往前走就可以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走到前方 我們走到前方 能夠看到一堆怪 然後在這個 在我們再往前走 能夠看到一朵 拿完這一朵之後 然後看一下 在我們的 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這個洞口的 那個位置有一個 然後在我們右前方 也有一個 我們先拿這個 左前方 這個洞口的這裡 然後我們再拐回來 然後我們這個 有一個小斜坡在這裡 然後之後我們繼續往上走 往前跑 然後前方的三點 我們能夠看到一朵 好拿完之後 我們往下看 我往下看 在我們的下方 這個小樹叉的後方 就有一個 然後在我們的前 我們開下桿這麼快 然後在我們的前方 這個小土路的 左右兩側有非常的多 我們 左側只有兩個 一個 兩個 然後我們開下右側 小土路右側 然後這又是兩個 然後我們再往左側看 然後在這個小三坡上 又是一個 然後我們繼續沿著 小土路往下走 然後在我們的左前方 小土路的左側 又是一個 然後最後一個 在我們那個小土路的右側 這個稍微可能遠一點 你看一下趕這麼快 然後在這裡又是一個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我們再一次把小地圖往上拉 來到就是中曲台地 這是潮生牙左側的傳送點 出來之後我們往前走 走到懸安 邊上這個 然後我們開下桿這麼快 看一下我們左右兩側 各有一朵 看到了嗎 在我們的正下方 我們先拿左側的 拿左側的之後我們 再拿右側的 好 那我們再把這個右側 它這個稍微下一點的地方 拿完之後 然後看一下 在我們的 北方向小地圖上方 這個岩石塊上 我們抬家頭 我們要爬上來 我們爬上來 爬上來之後這是一朵 然後繼續在我們的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 然後這裡又是一個 拿完這個之後我們繼續往前 這個山牙頂上走啊 這裡東南方向小地圖右下角 往那個山牙頂上走 然後這個路上 有一朵 然後在山牙頂上 又是一朵 然後這我們往下看 看一下在我們的前方 就是有1、2 然後再往左看一下3 然後在我們右側這個石頭 這裡也有一個 這是4 這地圖下方有4個 看一下這是1 2 好 然後我們拐一下 北方向小地圖上方 然後3 然後在這個石頭的後方 又是一個 然後這是4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然後我們再次往上拉 來到這個叫中 荒石高地的中蘇信標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然後看一下 在我們的西方向小地圖左方 從這裡 然後我們打開懷疆傘往前 在這個前方 我們左前方有一個大石塊 在它的後側的 這個平原上 有一堆的 小青 香檸草 好 我們下來 然後往前走 在它的後側 有一堆香檸草 好 就是一個種植地 然後我們都被它拿了 就是大概有 1 2 3 4 5 6 7 8 好 只要在這個木項子的後方 又是一個 9 然後我們西方向小地圖左方 然後往前走 然後前方爬上來 跳起來 然後左前方有一棵樹 就是 真樹還是松樹 反正就在它的後方 又是兩朵 拿完這兩個之後 我們打開小地圖 我們再次把小地圖往上拉 來到 這一個我們遠望營地的 左側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面前 我們沿著這個小土路往前走 然後前方有個岔路口 我們往右拐 好 岔路口 然後我們往右拐 來到右側的這個岔路口 然後我們一直沿著這個小土路往前走 好 在這個小土路 在這個小土路 你 開架桿這麼快 有一個地方你是能夠看到一個 香檸草的 我先沿著這個小土路往前走 好看到了嗎 在我們的左前方 這裏有一個香檸草 我們拿完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我們往前 然後從前方的懸崖這個地方 我們跳起來 跳下來了後 前方能夠看到兩朵 然後拿完之後 我們沿著這個方向往前走 就是東北方向小地圖右上角 這次是前方有一路 我們呢 有個小指引 香檸草的指引 我們一路往上撿 然後走的最前方有一個愛心的香檸草 然後這裡又是一堆 這是 1 2 3 4 5 6 7 8 好 5 5 6 7 8 7 8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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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